我第一次 把大赌家放在压轴的 世新私下跟我说 来 事先请上来 他说 哎呀 陈龙大哥讲 那个EDA已经很厉害了吧 美国要砍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砍他们的科技发展 不是只有握有这个秘密武器EDA而已 还有呢 来 五大关键技术 到底这五大是什么 然后可以让中国大陆 脖子被掐住 什么半导体科技发展 都断了你的命 所以真的那么猛 其实我 什么名下 其实不止五项 不止五项 大概三十几项 那我们今天节目 只是拿出比较重要的五项出来讲 美国握有三十几项关键技术 可以卡住中国大陆的发展 对 没有错 好 来 请说这五项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刚才程中大陆讲过 这个EDA 那当然是晶片 那今天我们就太多专家在讲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晶片是怎么做 用光刻机 那光刻机其实大家知道 其实他的技术 他也不是来自于美国 他是荷兰的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 对对 他总部设在我们台湾 他的这个晶片制造 刚才其实瑞涵你已经讲过 不过我今天有张图更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怎么做 来看光刻机怎么刻 刚才程中大陆跟瑞涵讲的 就是这个东西 极尺外光打到这个光照 然后透过一个凸透镜 然后在这里弄弄一个显 一个影 然后就可以做晶片 那你晶片 其实一个大晶圆 就可以打很多晶片 所以他的难度是在哪 他要打很快 像像你盖印章一直硬硬硬硬 然后他这一排印完 再换下一排 这样印满整个晶圆 所以速度很快 他难在哪里 有人形容说 就好像说瑞涵 我跟你两个人站在飞机上 然后你拿一粒米 我拿一个刀 我们在飞机上磕 磕字磕在米上 还不能磕错 大概就是这样的难度 飞机上 对对对 速度很快 那所以他他做不到 那做不到 其实他他拿不到这个机台 现在中国大陆自己做的 大概精度只有九十奈米 那现在艾斯摩尔 大概是在十奈米左右 对所以他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他做不出来 那有人说奇怪啊 怎么他这个 这个是艾斯摩尔做荷兰 怎么美国可以卡他 因为他们有一个叫瓦盛纳协议 就是说以美国为首 有四十个国家 大部分是北约国家 就是说我们这四个十个国家 不能卖特定的武器 或高科技的设备 给特定的国家 那现在中国美国翻脸嘛 那美国就跟荷兰说 我现在要加一个本来北韩俄罗斯 还是什么伊朗 现在加一个中国 那荷兰可能就不能卖了 所以这一点就卡住了 那另外再带一点 这个晶片 他打这个机子外观 上面又有一个东西 叫光阻迹 就是我刚刚那张图的第二项 我们一起讲 光阻迹大陆叫光刻胶 你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放在上面 就是它有一些化学的作用 光阻迹是不是涂在这一层 对 涂在这一层 要涂很均匀 好 那我把我认知讲一下 你看对不对 也就是光阻迹 我就涂在这一面 你知道为什么要涂光阻迹呢 把它涂满 涂很均匀呢 讲白的看字也知道 要阻光啊 这不是有任何设计图吗 所以这边是光 这边我不要磕到啊 照这样 这边这边范围 这边是我不要磕到的 不磕到 当然就要挡掉光啊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个图怎么下来 光阻迹就是让它走出一个纹路 对 没有错 是吧 赞赞赞 那这个东西主要是日本垄断 那日本也是这个瓦瑟纳学利 他也要听这个美国了嘛 那更糟糕的是说 这个光阻迹不是说 我今天中国说 哎呀 你要制裁我 那我一次给他买个很多 来在那边囤 在那边放 不行啊 这个光阻剂大概只能放一年 对 一年过后就坏掉了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 化学原料 对 你也没有办法买来囤货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日韩贸易战的时候 日本就不卖给韩国光阻剂 这些的化学原料 所以你知道韩国的LED半导体 这些都要用到光阻剂这些 所以化学原料拿不到 韩国三送也本做了 对 那我们这两样台湾 有没有受惠厂商 严格讲起来不太算受惠 这个嘉登是做这个光照的盒子 那光照就是做光照 不过他的这个阶层没有那么高 技术没有那么精 那嘉登只是做运送他的那个盒子而已 那永光有做光阻剂 不过他的市占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基本上还是被日本垄断 光阻剂你还是要跟日本买的 对 那我们下面一个看是色评元件 我们的手机的讯号有很多 他基本上是用电磁波 那你电磁波我们手机 你可能要接收3G续号 有时候是4G 现在有5G 那又有WiFi又有蓝牙 你必须要一个色评的这个晶片去控制 去把它编成转换成你的手机能读取 能收发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色评元件 那你手机里面 我有带一张图 我们大概看一下 大概就这样 我这个图你看起来很大 可是我告诉大家 他大概只占你手机的三分之一而已 那里面这几样东西 就大概可以算是色评元件 像这个是色评的模组 色评模组 色评模组是什么 应该讲它是晶片 就是我刚讲的 就是你要把手机里面的数位讯号 转成电磁波 然后电磁波把它发射出去 天线以前就是色评模组 除了这个电源管理IC以外 其他大部分都跟色评比较有关系 那你看你仔细看 几乎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做的 这个Skywalker的 那还有这个英特尔的 那我们从这边你看 苹果是蓝牙晶片 英特尔交换器晶片 英特尔的斯嘉逊是Skywalker 就是Skywalker 对对对 OK你看美国的英特尔 那几乎都是美国的呀 所以中国虽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国 可是这种高阶的这个色评晶片 他其实是做不太出来 那你说他自己有没有 有他有一家公司叫卓盛维 这个代号300782 他自己有做 那这个公司很猛啊 他去年六月挂牌 到今年六月 他涨了十三倍左右 看一下吧 300782 直接拉長 拉最长 去年几月挂牌 六月 看一下这家公司卓盛维 挂在大陆的深圳市场 从42块人民币 飙到一度七百十八块人民币 太夸张了吧 对那你说台湾 有没有相关受惠的股 其实是有 是有一家叫4968的利基 这个我们很多 今天都介绍过 他也因为他是这个 你想想看 如果将来的全世界 是这个一求两制 有美规的跟陆规的 你说他是做什么 再讲一下 射屏晶片 射屏晶片 我们国内那个利基 来秀一下股价 所以利基也是做射屏晶片 对没有错 那他就是这几个月来 他的营收暴增 像我记得五月的营收 他是创历史新高 那最近十几个月 每个月的营收月增 都是两位数的成长 将来很有机会 就吃到这一块去煤化的商机 来接下来第三 这个第四跟第五个技术 OK那这个是这个 触觉压力传感器 其实台湾如果硬要讲的话 可能我们前面讨论那家生家 可能有一点点 他也是做传感器 但是其实不是那么纯 那是用在工业用机器人 你很多东西你拿 你要轻拿 有的时候有的是重 因为机器人力气很大 那你说叫他拿一个 机器人没有感觉他拿捏不到 所以你要设定好力气 对对对 那他拿一个洋芋片 把它捏碎 那就不行 那现在的这个日本跟美国 他做到精度是说一个十公分的一个面积里面 他可以做到一百个感应器 所以他可以感测说这个力道要大要轻 所以那个技术也讲过在美国上 对对那这个中国同样十公分 他只能做到一个传感器 所以这个技术差很大 那最后一个发动机其实是引擎 那引擎留在这个战斗机 科技直升机上面 中国现在完完全全没有办法 他连那个那个里面涡轮 那个叶片 中国也没有办法做出来 那如果说你这些发动机 你做不出来 你科技战机什么通通做不出来 那你到底拿什么跟这个美国去比呢 那我问您哦 如果说这因为您刚讲三十几个 再五个最重要 如果这五大关键技术 假设一 美国会不会 如果真的恨中国大陆 过很招 连这五招都拿出来呢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中国大陆被美国这样一个对付 我们是所带来的伤害还是机会呢 第一个我先回答 我觉得美国应该不至于这么狠 这样做的话 几乎是逼人自死 台商呢 那台商的话 我觉得我们影响不会那么大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台商 当时到大陆做设厂 然后最后是卖到美国去嘛 那如果说大陆那边被限制的话 其实我们回来自己做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用到他的技术 其实也不太能够出货给他嘛 对 没有错 好 谢谢世昕 感谢您了 原来呀 美国还有这么多的秘密武器 如果要对付中国大陆 来个最狠招 最杀的 哎呀 好可怕 脖子被掐住 你怎么呼吸呢 总之呢 我们就观察下去咯 刚事情说应该还不会那么恐怖啦 但今天学到好多 但是呢 说这一些 回到原主族的科技大厂 今天的红海 红海是苹果最具指标的 红海今天公布了五月份的营收 这个五月营收 月增 年增 前五个月反而是年减的 重要讯息 您看看 跟您做分享 好 更加掌握的 宣哥请上来 下个礼拜 台股的关盘重点呢 好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进入关键的变盘时刻 我们刚刚讲一下 那下个礼拜有个 叫做黄毅解封 我们6月7号是黄毅解封 但是要小心股市收割 因为就会很多利多出来 那提防美元出现戏剧性的环转 现在没看到 现在是这样 所谓戏剧性就是这样 这样以后又这样 这样各位 所以这个要去摸的石头过 那全球股市就会进入一个高档的震荡 就6月份应该是一个高档震荡区 那你怎么就应对 建好就收 严控此股比例 以皇不策 宣哥我问你 如果一个市场在追顶的时候 赶顶的时候 涨幅有时候是比较激情 观众朋友来 请小心了 今天晚上11点半 现在快要11点半了 你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准点半开盘之后 一度拉大涨幅 有没有激情 有没有追顶 我不知道 但宣哥有提醒 在美国股市涨幅的情况 以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消息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锁定内部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